短命村的秘密 从前有一个不祥的村庄 住在里头的村民世世代代都非常短命 因此被称为短命村 大家都说短命村是个被诅咒的村落 所以长寿蝙蝠风尘仆仆前往查看 村里光是今年就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 真是流年不利啊 村长 村长 有话慢慢说 别急啊 卖鸡的武大突然被自己养的鸡给咬死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武大是村里最强壮的男人 每天都要杀几百只鸡去卖 怎么会 来人啊 一定是生理不够 再去杀只牛来献祭 快 快 快 杀生献祭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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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飞过来 别飞过来 那你来 短命母 别再烂杀无辜了 短命母 我不准你再扰乱这个村庄 是村民自己残暴 胡乱杀生献剑 与我有什么关系 若我自会教导村民 你再烂伤无辜 休怪我无情 这 好 我就暂时放村民一马 他日 若有人再胡乱杀生 我一定会再降祸于他的 长寿蝙蝠成功赶走短命母后 获得全村民的崇拜 然而 长寿蝙蝠却苦心告诫村民 唯有改变自己的心态 成为慈悲的人者 才能真正破除短命村庄的宿命 多谢神仙替本村赶走了短命母 不必言谢 重要的是要真正除去饿死屋 美人 美人心中怀着慈悲的心 自然短命母就不会再骚扰你们了 切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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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神仙 多谢神仙 那 还要杀这只牛吗 啊 当然不杀了 为了庆祝福仙为我们赶跑了短命母 我们全村尽杀吃素半年 而且以后祭典都改用素菜祭拜 耶 祭祭 祭祭 村民将福仙的叮咛铭记在心 去除恶俗 常保慈悲的胸怀 几年后 短命村果然变成了长寿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